台海机会前董事长 桃园市前市长郑文灿 涉滩遭检方起诉 并求处12年重刑 28号凌晨 法院裁定其以2800万元新海币交保 没想到在深夜 银行均已关门的情况下 郑文灿亲友 竟只花了一个多小时就筹组现金 震惊岛内阁解 28号凌晨5点02分 郑文灿交保后走出桃园地方法院 现场甚至还有随乎开到 豪车接送 排场依旧十足 在被收押47天后 郑文灿被裁定2800万元新台币交保 限制出境 但值得关注的是 该案评议结果在28号凌晨1点25分出炉 但郑文灿亲友仅花了一个多小时就筹到2800万新台币巨款 于2点41分交保 而清点交保金却花了两个小时 台媒忍不住讽刺 郑文灿筹钱比法院数钱还快 他在银行关门了以后 居然在短短的一点时间里头 就真的搬了2800万的现金 郭台铭都拿不出来 又是一个郑文灿创下了政治人物在这方面的卓越的能力 据知情人士透露 郑文灿案并不单纯 恐怕是有人关切 要他紧速恢复自由 好处理事情止血 知情人士还明确指出 正因为有人不想让更多台面下的事情再继续被挖出 也不想在各界多方角力介入下 让事态继续扩大 此外 在郑文灿获释时 包括桃园市前副市长 台行政机构打炸办公室前主任等都守在法院外 其幕僚甚至在半夜帮忙张罗猪脚面线探火等 让郑文灿去会气 这让国民党及民代徐巧新相当不满 质疑 郑文灿的亲信已经不把台湾的所谓法律当法了 你行政院打炸办公室的主任 竟然坐在桃园地院的门口 等着郑文灿出来 要带他去吃猪脚面线 你为什么不先问那2800万哪里来的 在一个多月的侦办过程中 郑文灿速度向外界展示了强大的资金调度能力 检方首次生压 法院裁定500万元新台币交保 郑文灿30分钟内凑到 而后保释金提高至1200万元新台币 他也仅花了40分钟 而根据台媒报道 检调人员还在其豪宅中搜出678.5万元新台币现金 加上相关房产 多位储黄金地段 却位列申报 其资产远不止看得到的这些 郑文灿的超能力或许远远没有达到上限 难怪外界说到郑白亿嘛 毕竟桃园市场做8年太多的开发案 为什么到2024年隔了六七年的时间才开始又启动 就很简单嘛 中间被吃案 为什么被吃案 政治力啊 揭露啊 蔡英文的人马不能动啊 678万是什么概念 今年5月底台湾全体售雇员工平均的月薪是46173元 也就是说郑文灿家中暗柜里面的现金就藏了劳工12年的总薪资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李燕秀认为 土地变更案绝非郑文灿一个人可以完成 从县市到民进党当局为不法集团以及权贵一条龙市的服务 才是可怕的贪腐金权结构